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100米这边的情况 男子100米的第一组选手已经上到 这组呢广东选手陈冠锋将会出场 包括第八道的重庆选手别科 男子100米的预赛 第三道到第九道将有选手进行比赛 第三道我们来看到这是四传选手何宇宏 01年出生 全国锦标赛在今年的跑出了决赛的第七名 第四道湖南选手全英锐 第五道澳门队的李汉荣 第六道的香港队何伟伦 第七道新科的全国冠军陈冠锋来自广东 第八道是重庆选手别科 这也是国家队的成员 19年世锦赛的接力队成员 当时他和苏炳天 许周正包括吴志强 创造了38秒07的表现 第九道海南选手江恒南 陈冠锋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 创造了个人PB10秒06 让人们对他的未来也有着更多的期待 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 2020年跑出了全国比赛的第三名 当时的成绩还是10秒36 还刚刚打开10秒4的决赛成绩 现在他也是广东接力队的成员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 陈冠锋起跑反应不错 别科现在出现了问题 陈冠锋看看清楚的后程加速阶段 腰背拉住 最后的后程阶段 还是放掉了最后的20名 参考成绩10秒19 这个实力确实是非常强 陈冠锋在21年跑出了全国冠军的成绩之后 在今年的表现 几枪表现都是越跑越自信 10秒19的最终成绩 第八道的重庆选手别科 现在是起跑之后 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样选择这枪就放掉了 没有能够完成比赛 四川选手何宇宏应该是获得了第二 那么来自湖南的全英锐是第三名 奇葩反应第三道的何宇宏其实也不错 他跟陈冠锋一直是竞争到了最后一刻 陈冠锋最后的一个成绩确认10秒22 男子的100米预赛是每组按名次取前三名的成绩 进入到复赛当中 按照成绩地补四名 这样确保最后有16人参加复赛 复赛将会在今天晚上19点30分 明枪起跑 陈冠锋小组第一 何宇宏第二 湖南的全英锐 第三名 江湖南10秒68 这个成绩也要看一下后面三组的成绩 有一个参考 下面呢男子白米预赛的第二组 浙江选手谢振业将会出场在第六道进行比赛 谢振业是男子白米的未免冠军 上一届天津全英会是拿到了最后的金牌 他在今年的比赛同样也是一百二百肩项 同时呢也会去参加接力项目的比赛 谢振业会5.6 上届的全英会冠军 全英会才会记录 十秒一次 谢振业百米曾经破十 二百米呢破二十 亚洲冠军 世锦赛的亚军 清澳会的冠军 并且在上一届全英会上是最终拿到了冠军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道这是广东选手 阎海斌 第四道澳门队的林楚奇 阎海斌是03年出生 21年的全景赛 200米的冠军 他也是接力队的成员 第五道江苏选手徐海洋 徐海洋 十三运会男子百米的第三名 也是国家队成员 第六道谢振业来自浙江 主项呢还是200米 200米呢打破过20秒 这样的优异表现 100米呢也曾经跑进过10秒 上海的黄志健 和湖北的李泽阳 分别排在第七道和第八道 这组六名选手 谢震业和徐海洋是相邻的道次 第五道的徐海洋 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 4成100米最终是拿下了冠军 而且也参加过亚运会 但今年全国锦标赛 他的百米成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只拿到了第14名 成绩是10秒57 我们来看看这一枪的表现 好的比赛开始 谢震业和徐海洋最后的争夺 广东选手阎海洋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谢震业确保现在他已经上到了第二位 最后的撞线 徐海洋和谢震业都是 开始放缓了自己的脚步 还是放了这一枪 成绩10秒32 严海斌这一枪的表现真的是很出色 03年出生 而且像这样年纪的运动员呢 在比赛的一开始 他就会全力以赴的去进行冲刺 今天他的起跑反应不错 而且在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专注 最终的名次也拿到了小组第一名 他的这个成绩10秒33 严海斌 小组第一 小组第二的是谢震业 在第三名的是徐海洋 严海洋的10秒52的成绩 平了是拿到了自己的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 小组的第四名是上海的黄之健 成绩是10秒64 再来看最后的这下撞线 严海斌和谢震业都是一个放掉的状态 最后10米呢 全都是开始减速 谢震业后城的能力非常强 黄之健是10秒64的成绩 小组第四 这个成绩要比第一组的小组第四名 要出色一些 男子100米要在今天晚上19点30分进行复赛 每个小组的前三名能够直接进入到复赛 那么成绩地补四名 确保有16名选手进入到今天晚上的复赛 第三组的比赛呢 来看一下第三道重新运动员秦玉红 第四道湖北选手吴志强 21年的全景赛第二名 最好成绩10秒11 第五道山东选手王胜杰 第六道的四川队的邓志健 第七道香港队的黄卓西 第八道的湖南选手霓虹 今年的全景赛拿到了第五 成绩是10秒38 也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 各种位 后备选手吴志强 13年全运会是白米拿到了第四名 在接力单向上是拿到了冠军 这也是国家队的成员 同时呢他也是 在奥运会上有着不错的发挥 来看一下这一组 第四道和第八道的表现 比赛开始 第八道的明洪处在领先 但是30米过后 现在吴志强的领先优势开始出现 看看最后的冲刺阶段 吴志强还是放掉了这一枪 两位选手基本上是锁定小组前两名 三马成绩10秒40 吴志强这一组在能力上还是非常的突出的 邓志强10秒40 创造了他的个人PB 吴志强10秒45 拿到了小组第二名 霓虹是小组第三 进入到了复赛 山东选手王胜杰10秒54 10秒54的表现 让他能够离今天晚上的复赛更近一些 第一组的小组第四名的成绩是10秒68 第二组第四名是10秒64 他的这个成绩可以 紧紧的排在小组前三名之后 吴志强在放掉了最后的这几米之后呢 也是看了眼他右侧的对手 邓志强 吴志强 敏红 晋级到了复赛当中 王胜杰是小组第四 10秒54 秦玉红 还在小组第五位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苏炳天这一组的表现 马上我们来开始 看一下今天 苏炳天这一组呢 同样也是六人参赛 第三道是澳门队的陈建华 第四道上海选手许周正 今年的全国锦标赛拿到了第三 赛季最好成绩10秒22 也是国家队成员 拿到过世锦赛的第六名 帮助中国队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第五道广东选手苏炳天 世锦赛的奖牌获得者 亚运会亚锦赛冠军 亚洲速度的代表 一路到吉林选手陈家鹏 第七道江苏选手杨阳 第八道是山东选手戴陈帅 杨阳的今年的全景赛 名次是第十二名 成绩10秒57 山东选手戴陈帅 全景赛第十九名 成绩是十秒61 也参加四乘一百名的比赛 这组人们最关注的 肯定还是苏炳天的表现 昨天看苏炳天的赛前的财场 热身 基本上就是找到了状态之后 迅速的就退场了 好的比赛开始 苏炳天起跑反应不错 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领先优势 在他相邻到此的是许周正 苏炳天进入到最后的80米 放掉这一枪10秒22 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尽管说放掉了最后的20名 但是10秒2这样的表现在预赛当中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小组第一能够进入到复赛 在这一组当中 他有着绝对的能力 这是世界顶尖的运动员 杨阳是获得了第二 成绩应该是10秒34 杨阳在后城的这个能力 非常突出 逐渐赶了上来 许周正的前半程 跟苏炳天几乎是一个 席头并进的状态 但是30米过后 就被拉开了差距 许周正最后的成绩 10秒38 吉林的陈嘉鹏 10秒39 创造个人PB 这组被苏炳天带动了 小组第四的成绩非常出色 哪怕是小组第五 也有10秒60的表现 小组被苏炳天带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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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38 2 2 10秒34 陈嘉鹏 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10秒39 陈嘉鹏 陈嘉鹏 代陈帅 小组第四和第五名 都跑出了复赛的表现 能够确保他们进入 男子100米的下一轮争夺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男子100米晋级复赛的名单 陈冠峰 苏炳天 何宇宏 阎海斌 杨阳 许周正 陈嘉鹏 谢震业 一共有16名选手 将要进入到 今天晚上开始的复赛 9到16名是 四川的邓志健 吴志强 权英锐 徐海洋 明洪 王胜杰 代陈帅和黄志杰